我不是變的,我是慢慢開始要求多了 因為剛才說過,其實我想,以前小時候就比較很多事情 這裏不夠錢,那裏不夠盛,這裏這樣自己都不是很敢說 現在到了這個年紀,想做秀,忠於自己多一點 始終是我自己的演唱會 我經常跟他們說一句,別人的演唱會我就沒得說 自己的演唱會也沒得說就很慘 我很想忠於自己的想法多一點,所以他們比較辛苦 但是香港站會不會要求再高一點? 我要求都高的,沒得再高的 但是會不會好一點就很難說 每晚都要看不同狀態的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改秀的 怎樣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秀呢? 那麼可以盡量去到很多地方都盡量不用動它 但是都是要取得平衡的,因為始終我自己都是 國語廣東我都唱的 而去的地方都是很多國語廣東的,不同地方 那怎樣去取得平衡是我們一直要調整的原因 但是10場會不會覺得多還是少? 10場我覺得應該… 因為今次是單邊台,其實觀眾少了 比起我們四邊台,10場我都比較有把握 他們如果說開再多一點,我自己覺得最好也是謹慎一點 是的 是 時間也有在的,我覺得還是要先看反應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需求 始終是市場 是有那個需求的 是嗎? 現在我在做三場休息 一個星期做三場 我覺得第三場 我覺得如果香港這樣做,連續做 我覺得兩場好一點 第三場你開始的體力會差一點 可能你休息時間要長一點 如果做兩場我覺得剛剛好 你休息一天再做,也可以 平安夜不是沒有了,跟大家倒數嗎? 倒數是星期幾? 平安夜晚地是沒有的 平安夜是嗎? 是的 在家裡便是平安 我們沒有想著是怎樣的 因為要不然你便要 那兩天又跟著一格 很亂 很害怕 你可以唱到Kanga嗎? 即是三場 蛤? 三場 不行了,現在 你唱一場要怎麼唱? 現在不行,唱到去 因為唱到去 花年 花年就好了 花年要看大家有沒有這樣的 實誘 沒有的 沒有實的,這個世界 千萬不要說這些 我都不太相信實誘、實德 其實做了這麼久的人 即是可以又見過 不可以又試過 那你始終都是 我自己都是比較 傾向謹慎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去做 以水不平衡 那件事呢 怎麼可以再避免發生 大家都擔心 我都是跟我自己的 發病率去看 我小的時候 就不會練一次 現在大了 差不多四十 三十多四十歲之後 就隔很多年才一次 所以其實上次都很稀有 所以我自己估計 我估計應該在 希望 應該這樣說 即是希望在未來一兩年 都不會有發生 一兩年都做完 是吧 做這麼久 不是吧 香港的舞台限制呢 這兩年就連隔了 拍到舞台 設定難度嗎 這個就要交給我們舞台 的工程總監去負責 他們決定那個 是不是可以放得到 但我的要求就是 不可以少了東西 不可以少了東西 現在我收到的消息 都是沒問題的 都是可以做得到 而譬如你說那些威亞 其實我們沒有用的 我們用的不是威亞 我們做的 是 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 總之是一條 鋼 即是機器 所以應該都是沒問題的 而且我們已經做了 四十五場前面 全部都是正常發揮的 這個都是第一時間 時間是否可以呢 第二就是 究竟是否會 即是 無論我們做的表演如何 你始終都要看觀眾 他們是怎樣看的 即是他們看了 是否喜歡呢 是否怎樣 所謂翻牆 和不翻牆 都是看他們 是否有這樣的要求 否則 你說想回來都不能這樣幫你做 是不是 所以都是要看出了你的結果 是怎樣 反正我們都是盡力去做的 那 想法也是盡力去設計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都很接計我自己想的那個表演 其實 所以都希望大家喜歡我 但是現在有沒有一些措施 因為時候 冬季很容易病 會不會都後來 藉著房間的 好 很感謝大家 配合 戴口罩 那 始終 正如 政府呼籲 其實 COVID 或者其他的病 其實都是 風土病 已經開始 那 那 太多了 那 我就是 非常小心的 那 會盡力去 盡力去 保護自己 這樣 有年公司會選擇 即是 那段期間會選擇 自己住酒店 即是 連家人都會隔住 你會這樣嗎 我不會 是 在香港都還住在酒店 就很奇怪 我自己覺得 澳門我都沒有住人 是啊 我做澳門的時候 我也是回到香港 其實 香港更加 沒有需要 其實 所以 我覺得 因為我家裡都是小心的 因為其實都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即是如果不小心 都應該 都讓過了 是不是 都讓過了 都讓過了 你沒有做 我是 沒有的 是 所以 就是 幾個原因 那 就是 因為我唱歌 始終那些 那些 即是那些 流感也好 或者COVID也好 那些都會攻擊肺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那 會對唱歌有什麼影響 我自己真的不敢搏 這是第一 第二 自己家裡有年紀大 那 媽媽八十幾歲 即是 都是要小心 是的 我 我到現在 沒脫口罩見我媽媽 他可以看你演唱 他可以看 他就戴口罩來 是的 那 是的 他自己 自己都 是的 我們都盡 我們做 就是 沒理由要他戴口罩 我自己脫口罩 是的 所以 也是這樣 那次演唱會有嘉賓嗎 嘉賓 嘉賓 是否都是嘉賓 沒有 哈哈 所以你怎麼說 是的 我 我 很多年沒有設計 這件事 我又沒有想 那個比較自己控制不到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做演唱會 是有一個 很注重一件事 整個演唱會的flow 就是那個流 就是 節奏是怎樣 嘉賓是很容易 打斷節奏 其實 第一 請嘉賓 不容易 請了嘉賓 之前也說過 請了嘉賓 那你 又欠了別人一次人情 那你又 不還又不好 別人請了我來 你又不來 這樣又不太好 那 所以我自己就 盡可能 為了保持節奏 還有我自己不太會開口 那 我都是 沒有 還有已經習慣了 我自己 過去 我想近五個演唱會 四個演唱會 我都沒有請過嘉賓 所以我們都要怎麼打 對 那 香港開演唱會 太太和女女 是否一直來捧場 女女在外國讀書 那就不知道 回到最後 太太會來 是 那 做沒有一次 當然有 哈哈 哈哈 我現在不做 還什麼時候做 哈哈 說而已 說而已 七十八十而已 是不是 說嗎 不知道的 是不是七十家 是嗎 是 那 原本的歌 是谷川新司 是 不是 谷川新司都是七十家 而已 所以我們都是 抱著一個良好的願望 良好的願望 去做 盡情享受我舞台 就是 當然 我剛才說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不覺得 七十家 是 太難忘記 其實 我自己還有一個良好的願望 希望七十家還可以 不過 那 都算是一個警鐘 我自己覺得 我看新聞都知道 她準備做演唱會 其實都很可惜 其實 那 盡量做好 盡量做好 今次的演唱會 先說 其他不要想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